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充命理 凉下 我们都知道凉下不要做人 以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然而凉下不要做人 他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假设这边一个凉 我们人 假如是在这里 或者是在这里 A点跟B点 其实 最主要凉下就是 这个气碰到了这个凉 他会顺势往下 这样子冲下来 你假如刚好坐在凉下 而且被切到 我们的头是在吸气的地方 结果 你吸了这一种直线的气 人就会不好 例如电风扇直接吹你的头 冷气吹你的头 都是同样的道理 到最后你会头痛 或者你在外面强风 直接灌你的头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 在A点他就会面临到 气变成是直线的往下 而去冲到你的头顶 而在B点 他是不是完全在凉下 他就不会受这个影响 只是说这个高度 假如太过低 他会感受到的是压力 假如是高高的 你根本感受不到压力的情况下 在凉下 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报时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